各位朋友 我是劉立昌 今天又是我來替大家華山論勢 談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 談到中東、以下、加沙 聯合國通過了美國的提議要停火 但很多人說 這次以色列突然派了一支特別部隊 入了藍民營救了四人 實際上背後全部是靠美軍的支援 如果單靠以色列做不到這件事 大家覺得這件事是否很矛盾 一方面美國的拜登政府 要求聯合國通過停火協議 將拜登三階段的停火方案提出 另一方面美軍又支持以色列 又繼續在加沙地區有軍事行動 所以看來這個現象非常矛盾 我覺得要解釋清楚 我們一定要從美國的中東大戰略入手 去分析 才看出美國現在對於中東問題 它的戰略是甚麼 它的策略是甚麼 它目前的一些具體措施又是甚麼 這次的營救行動 其實全世界都覺得是一個大惑不解的事 就是以色列為了救四個人 你傷害了差不多一千人 死了274 這個數字未必是絕對準確 但一傷有七百多 死傷差不多一千人 真是非常非常之不合比例 當然救了四個人中 有個中醫的混血員 美女有中國血統 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但是死的人在巴勒斯坦死不了 全球都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之不合比例 聯合國的人權尊嚴特別是折出 這次的行動其實是犯了戰爭罪 因為你對平民無差別的攻擊 實際上就是一場戰爭罪 我們看到以色列真是很樂勝 另外一點 我們又是值得去注意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實際上 在哈馬斯把人質藏在哪裏 我們以前一直想 一定是藏在地道上 現在看起來 不單止可能還有些在地道 但有相當一部份混在難民營裏面 這次以色列方面收到情報 現在美國的媒體就透露 最主要都是美國方面給他們 美國方面從巴勒斯坦那裏拿情報 我想是方便過以色列從巴勒斯坦那裏拿情報 因為美國幫沙特幫其他阿拉伯國家是有聯繫的 他們一個迂迴曲折去拿情報可能是方便一點 無論如何這次的營救行動 美軍不但給了情報還派了直線機 派了所有交通工具支援部隊 這次以色列的特種部隊打扮成難民進去 然後被人發現亂槍素射無差別攻擊 所以死傷很多 我們看到在這個情況下 美軍實際上還是站在以色列這一邊 美軍站在以色列這一邊 另外一方面 拜登又在聯合國上搞一個停火方案 這個停火方案 我自己看的是拜登完全為了他自己競選連任演的一場戲 因為實際上這個方案 你看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要將所有人質交出來 以色列停火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談一些有關停火的細節 第三階段就是重建 大家就說這個方案 看起來最主要是以色列得利多 因為你在停火之後可以拿回所有人質 現在據說還有百多人 百多人質包括一些已經死了 包括有些屍體等等 如果現在內塔尼亞湖 他自己將他的目標定為三個目標 一個就是一定要救人質 第二個就是要徹底消滅黑馬斯 第三就是要解決加沙未來的管治問題 你如果按照拜登的這個方案 拿好人質 起碼他第一步就能達到 但是拿到人質之後 是不是戰爭就停止呢 這個真是打個文豪 如果以色列收回所有人質後 他繼續攻擊哈馬斯 你誰可以難他呢 沒有任何人可以難倒 美國說不准攻打加沙 這是一個紅線 不准進入拉法 這是紅線 但所有紅線都被內塔尼亞湖突破了 拜登說的話就好像廢話一張 根本是約束不到內塔尼亞湖 所以這次的停火 實際上現在說 哈馬斯方面是有保留 目前來看 哈馬斯一定是處於一種不利的環境 因為實際上 在地面上完全被以色列戰免 即是加沙的整個地方 現在以色列採取一種非常殘忍的手段 地面上只要有反抗 它就將你全部炸掉 爛文營也好 所有建築物都炸掉 我們現在看的照片 全部都是一片樓房 全部都是被炸爛的 所以在地面上 哈馬斯根本不能夠生存下去 地道下面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後勤保障的問題 糧食、水、油、電等 能否改 所以現在以色列採取的手段 就是截斷了廢城走廊 即將拉法和埃及接讓的地方切斷 想完全切斷哈馬斯的補給 然後完全消滅哈馬斯 我覺得這是內塔利亞湖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當然在以色列政府也受到壓力 以色列組織的一個戰時聯合政府 是有包括反對黨的 這次已經宣布辭職了 對內塔利亞湖是有壓力的 但我覺得目前內塔利亞湖 在以色列政府中仍佔有優勢 他辭職是無謀 即是擋不住他繼續在加沙的行動 現在我們看看美國 實際上中東的局勢 以色列背後的強大力量 仍然是美國 美國中東的戰略是甚麼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從這個問題入手 去看回現在整個中東的形勢 我們記得去年10月7日 阿克薩洪水行動之前 美國的白宮安全顧問 叫做沙利密 在10月7日之前 大約十多天 他接受美國媒體訪問 現在中東的形勢 是二十年來最好的形勢 在這個情況下 他剛剛說完 因為他剛剛去完沙特 在中東走一圈 滑船一圈 然後即將沙特要替以色列建教 在這個情況下 突然間 10月7日 阿克薩洪水行動 大家知道這件事發生了 哈馬斯綁架了很多以色列人 接連不對 這場戰火就不停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其實他當時的中東戰略 現在其實可以分為幾一點 第一點 他就是要鞏固美國和沙特的關係 然後建立一個以沙特為核心的 一個阿拉伯世界的力量 去對抗伊朗 因為伊朗現在的核問題還未解決 這是美國的其中一個政策 第二點就是要推動沙特 替以色列建交 沙特如果替以色列建交之後 阿拉伯世界連備又會有一個大的突破 阿拉伯世界替以色列和平共處 即使巴勒斯坦這個問題未解決 但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國家 都替以色列和平共處 巴勒斯坦就是任人宰國 根本沒有什麼發言權 在這個問題下 中東基本上會穩定 中東穩定之後 美國其實穩定中江是用來包圍中國 最後的目標都是矛頭對著中國 中國就是美國認為的 在現在的最大挑戰者 現在這個實際就是美國的中東戰略 最近又傳出一個新的消息 可能美國就要幫沙特要簽一個安保協議 大家知道在中國周邊 美國就幫韓國有軍事同盟 就有安保協議 幫日本又有一個安保協議 未來幫沙特如果簽了之後 美國跟沙特的關係穩定 然後他會繼續向這個方向發展 無論如何 你看到現在實際上 拜登做的很多事是演戲 希望能夠穩定保持他的競選 不要輸 特朗普輸得太多 但另一方面他還是支持以色列 所以我自己覺得未來在以色列停火這個問題 可能還會拖很長時間 關於以巴的戰爭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再見